现在夜店也可以重新复夜8号晚间 台中市南屯区的夜店重新开张 吸引了不少民众上门狂欢 警方这回也在第一天突袭领检 出动了45名的警力 要求消费者必须要出示疫苗接种黄卡 还有证件才能进场 南屯区这间夜店8号晚间重新开张 不少年轻男男女女精心打扮 准备上门放松狂欢 但要进场前得要配合出示黄卡和证件 才能够放行 夜店复夜首日 40多名的园警都突袭上门领检 拿着麦克风再三的提醒民众 要配合做好防疫相关措施 不只客人工作人员也必须配合 打完第一剂疫苗后满14天才能够进场 这间知名夜店苦等近半年 终于好不容易能重新开张 但由于气温骤降 加上是礼拜一和疫情爆发前的人潮 明显相对变少 虽然会查获相关不法行为 但是我们仍然要求业者跟相关的民众 执手相关的防疫规定 虽然警方没有查获相关不法行为 也要求业者和民众都要配合做好防疫工作 副业首日 警方上门突袭领检 前后大约花了40分钟 夜店陆续副业 警方严正以待 节中部综合报道